今年我主要是带了两个建议 一个就是关于促进健康消费 来助力国内需求 推进我们经济的一个发展 健康消费因为市场是非常的大 企业力也是非常的长 2021年我们国家健康消费 大概是13万亿 14、5末我们的预计是18万亿 整体来说我们国民健康素养 这个评分还不是很高 也就意味着我们老百姓 对自己的健康总体还不是很重视 包括对健康知识的了解 总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的运动等等 总体不是很重视 基本的健康服务保障方面 我觉得这方面的政策可以最强一点 另外对健康领域科技的专项 我认为力度也可以最大一点 还有就是医保 比方对一些健康的服务 是不是也可以拿得到医保 也就是强化这个预防 这些这个社会 你要推行这个健康消费 数字化一定要同步推进 我希望这个很多的研发机构 可以更多的关注成功智能 医用设备等一些研发 同时你也希望很多的企业家 能够更关注这个健康消费这个市场 健康也得发生